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护教王夏的法国外教Dontes 我中文名字叫戴亮 我会不断给大家带来新鲜和有趣的法语学习内容 今天咱们先步入正题 我先讲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玩 是有一个小朋友叫小明 他是上动物园 到了动物园以后呢 他发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猴子 他有这个想法和他玩 他有性质叫他各种各样的动作 小明他是拉下眼皮 每想到那个小猴子给小明100张 小明非常惊讶非常生气气不过 所以他去找了饲养员 饲养员说 小明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在猴子语言里 这个阿下眼皮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巴他杀的意思 小明非常惊讶非常生气 所以他想找一个办法去报复 他有这个想法就是去找一个木钢 一个木钢 然后打自己的头 打了自己的头以后 他希望那个小猴子 他会一样的是按照他的样子 把自己打晕了 但是小明没想到所有的猴子 冲他 拉下眼皮 哎 我觉得这个故事 这个笑话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们法国人 也有这个动作 就是拉下眼皮 意思就是说 我也有眼镜啊 你觉得我是瞎的吗 或者你觉得我是傻吗 这意思 但是 这个动作最好不要在正式的上和使用 最好这个不要和陌生人使用 好 那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 请各位去关注我们的微博 欧拉拉法语与我们互动 à bientot